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因为上礼拜的课程 我们一样就放在云端上 那一样每一次列表 123456 上礼拜就第六次 因为回去的话 今天第六次 那上礼拜东西回去 还要花一点时间练习 因为像我们这个课程 其实每个地方 尽量我都把那个重点 帮各位抓出来 那比如说呢 我们上上一次是那个什么 表单设计的重点回顾 所以表单设计部分 也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我们有一套的流程 你就照着那个流程 多去找相关的范例去练习 其他还有像日期格式 那其实日期格式还蛮特殊 因为这个格式 其实在Sale里面 日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整数 这个整数的话 就是1900年1月1号是第一天 有没有 那一直到今天为止 大概好像四万多天 快五万天了吧 所以他每一天就加一 你会想说这个数字会 超大到无法接受 其实你看 你看从1900年到今天为止 已经几百... 1900年 已经多少... 一百年... 一百多年了 可是你看才四万多 那如果再两百年、再三百年 那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压疑 也不过再增加个几万而已嘛 那当然这个没有影响 另外的话呢 他的时间就小数点 也就一天啊 就是24小时 所以一个小时就二十四分之一 当然会有小数点 所以那个部分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你们比较需要了解说如何去分割什么 分割日期的话就是year,month,day 有没有 那他会分别去取出年、月、日 那如果你要取那个礼拜起的话就week,day OK 那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呢 其实日期最麻烦的地方 你要取出 分别取出年、月、日 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是hour、mini second 其实同样的道理 那如果你要把它合在一起的话 你就会想到有个叫dat,dat dat就是 就是再放给他year,month,day 他就会帮你合并成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的话 我们还可以利用 像如果你要分割的话 除了可以用year,month,day之外 还可以用什么test函数 这个蛮重要 上一周也讲过 所以如果你对这些还没什么印象 回去再看看 其实都讲得很清楚 都在这边有列表 我已经颁规 而且昨天是比较 那个上个礼拜是比较花一点 我回去还特别在把那个影片再做分割 就是把重点再把它做切割 再稍微整理一下 现在还蛮花时间的 其他的话 day live等等的这些 最后我们有讲到年利的一键完成 年利的话你可以用VBA 不过那个部分是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如果你对于年利怎么样去做出 只要输入第一天 比如2020的1月1号 它就自动产生2月1号到12月1号 然后在底下的日期 然后再把礼拜六礼拜天 用VBA去做改变颜色 最后当然我有讲过 如果你要把它拿来当那个行李 就是说做schedule来用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再学会如何插入空白列 如何删除空白列 那这些其实都还蛮实用 但不是说只能用在年利上面 以后你只要想到要插入空白列的话 或者是删除空白列 你就可以用这一招 像我发现之前蛮多是常做会计方面工作的同学 就有这方面需求 他说老师我要做上的时候 我下面都要逐一增加空白列 那他的以前做法是自己手动做 那你不如用这个方法 一键按下自动 然后他又有需要 就是最后要把那个空白列又要删掉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就好了 当然删除列不是只能针对空白列 以后还可以就是把它改成 如果你要删除的是什么条件的列 比如说你那个资料里面出现什么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删掉 那怎么做 中间加一个逻辑判断就好 如果他的储存格里面放什么资料 哪个储存格等于里面什么东西的话 那你就把那一列删掉 这样也蛮好用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会 真的很麻烦 你要自己用眼睛去那边看哪一列 然后把它一个个选起来之后 然后再按右键删除 是不是可以可以的 可是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你倒不如写个回圈 写个逻辑判断 这样子的话 真的比你用土法链钢 我觉得真的有效太多了 OK 而且其实说真的不困难 回圈 逻辑判断 跟用RAW实物件 后面加一个点格力尺 比较好 另外的话 范本云端上有 如果你怕写错 你复制贴来改 也OK 所以其实这个 我想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像这种东西 它就是因为需要花时间 所以至少我觉得还算是一个专业 OK 而且如果你跟现在很夯的 像那个AI人工智慧 或者是机器学习等等的 那个用Python来做 其实你说这个Python那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其实有些部分是雷同的 也就是它能做的 这边也能做 但是这个好处说 这个是比较平易近的一点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需求 还不太需要那么 就是这么高难度的话 或者资料量没有到那么大的话 我觉得用Excel VBA来处理一些 一般性的资料处理 就非常的好用 而且好处什么 你直接打开 你直接就可以把开发人员 直接打开来 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对不对 你只要按个右键插入模组 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但是如果你用其他语言来做 要拍的好了 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你不要了解环境 光要把它安装起来 光要去建一个module 你可能里面要了解的东西 会比这个难度 恐怕要难蛮多的 除非说我建议 如果你已经慢慢上手了 VBA已经觉得 这东西我已经用的 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你要再延伸出去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有基础 但如果你完全没基础的人 你要直接跳到比较难的东西 我建议还是暂时先不要挑战太高难度的 或者的话你只会学得很辛苦而已 我不知道每个人的程度 因为我看那个问卷里面 大部分同学好像都不是说在程式语言上面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如果不是的话 我是建议的 还是先把这个学好 因为程式语言 以目前我看到的 这个应该算是最最最最简单的 如果还要比这个更简单的 应该是很 应该我印象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简单 应该没有 你看插入模组 就可以写程式了 连我自己都很喜欢这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有时候我要开别语言 我觉得还要动很多 导步这个来弄不弄就OK了 所以大家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你说什么Python 可不可以爬网络资料 可以 这个可不可以 这也可以啊 那有时候除非说有些东西 这个不行 那个可以 那你用那个 OK 所以这个有些部分 大家跟各位说明一下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启数学函数 我们今天接着来看这个范例 我刚讲 请各位自行补上 那个每次月考的比重 比如说第一次三十 第二次三十 第三次比较高四十 那如果总成绩的话 一般以前是这样做 就是说利涵克 范围的加总 就这个成绩 成上 这个成绩 加上这个成绩 成上这个成绩 然后再加这个 成这个 那最后呢 直接打勾 如果打勾之前 你可能要考虑一点 就是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的这个比重 这一列不能变动 所以就把十一前面 加上前的符号 OK 前的符号加上去 这样的话 你可以打个勾 就可以向下填满了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算出 这个月考的总成绩了 里面如果你是有比重的 OK 但是呢 如果说你将来不想要这么麻烦 而且还要锁定的话 其实呢 在那个Excel里面 还有一个函数 可以取代刚刚讲的东西 那个函数呢 它叫做什么呢 Sum product OK 所以你可以在数学里面 找到Sum开头的 其实本来是讲Sum 不过Sum太简单了 大家都会 所以Sum 底下有个Sum product OK 那Sum product 这个呢 它其实就是什么 传回多个阵列 其实或范围 其实阵列在这边 意思就是范围 所谓的范围 指的就是连续的 比如说像这个是一个范围 里面有三个储存格 这个也是一个范围 里面也有三个储存格 那也就是它说什么呢 两多个范围 一个以上 多个范围 的相应 相应 互相相应的 的那个什么呢 对应的元素 乘积 有没有 相乘 之总和 总和意思就是 再把它相加 那不就跟我们刚刚做的一模一样 不过特别注意 一定要是一个范围 如果你它是中间中断开来的话 可能就会有问题 OK 特别注意 所以 这个有个概念 因为它要什么 你给什么对的东西 它就会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 硬是要给它中间断的东西 那当然不符合它的定义了 那当然就做不出来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 总可以问我一些问题 但实际上我只能根据什么 上面它不能不能做到去判断而已 如果它不行 那我跟你讲说不行 如果你要做某功能 那不行的话怎么办 你就要自己写VVA吧 大概只能这样子 OK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一定要连续的 那也就像刚刚的部分 我们用三拨打 再做一次个比方 Array Array指的就是阵列或范围 那我们把它当范围 第一个范围指的是这个 它的成绩 第二个范围的话指的是它的什么呢 它的比重 OK 两个范围的成绩之总和 所以其实意思就跟刚刚那一样 然后你什么 第三个没有 所以第三个不需要 其实你会发现它还可以一直加 它印象中它可以最多好像25个 不过一般说真的没有人用那么多 大概两几个就应该差不多足够了 OK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它就帮我结果做 只是说有小数点 不然顶多就是我们把什么 小数点这部分把它去掉 然后向下填满 OK 那可是向下填满一样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要把11列部分 所以在11的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OK 把这个前的符号加在列上面 意思就是怎么样 把列锁起来 这样的话打个勾 OK 向下填满 OK 那当然你这个列前面那个第一栏不用 因为我们没有要向右 所以就不用就特别去锁栏 如果只是要向下的话呢 你只要锁它的列也就数字部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一样 在思考一下用什么 用那个VBA来做 如果我今天用VBA来改写的话 当然一样后面我们会改写 如果用什么 最简单的方法 把这个公式丢进来 帮我整个执行完毕 那另外可能就对应到一个清除 那另外还有对应什么 如果我不是丢公式 我是希望用VBA重新写过 直接丢结果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要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把刚刚部分先练习看看 画面先放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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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